相较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 新竹县核心国小的学生就显得幸福多了 学校从95学年开始推动有机餐饮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五个学年 每周有两天提供完全的有机股餐 并在小小的校园内开品菜园 真正落实校园有机种植课程 在小小的校园角落 学生们手拿铲子蹲在地上用力地挖 校长也亲自上阵 陪着学生松土种菜 亲自带领学生学习 校园有机课程 这个叫什么桶 鸡母桶 我们从有机菜园 开辟一个有机菜园 让孩子自己亲手去动手 然后亲自去种 然后从这个照顾的过程 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有机 有动的菜就是那个没有农药的 然后如果是很完整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添加农药 很有趣也可以学到很多怎样种菜 也可以看到一些昆虫 校长无忧认为 环保有机饮食概念必须从小扎根 虽然经费有限 在绿色阵线联盟和有机专家的帮助下 目前每周两天提供完全有机午餐 学生们四个吃的津津有味 团体朝天 我们希望从生活跟学习做结合 让环保跟有机的概念 更深入的去影响我们的学生 从零厨艺的目标来达成的话 因为没有食材的浪费 我们很精准的控制我们的午餐经费 所以我们才能吃比较贵一点的有机食材 我来打快第二次 因为这是有机很非常的一样 又非常的好吃 核心国小的有机餐饮 也逐渐影响了其他学校 已经有多所学校主动加入行列 一起推动环保 让更多孩子远离有毒食品的威胁 新唐人演的电视 黄定国灵修侠 台湾新竹 彩虹报道